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区里大小调节目 我是主持人德鱼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内湖区金湖里的 邱金波里长来到节目当中 邱里长您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电视器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是我们非常欢迎邱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从内政部长陈维仁手中接下奖牌 让金湖里邱金波里长是开心又兴奋 原来是邱里长今年获得了全国特优里长 以及台北市基优里长的双料殊荣 证明自己13年来的积极用心改造社区 是再辛苦也值得 不管是在绿化或是硬体设施 还是绿化方面都积极的在做 还有我们公园也得了优选奖 等等这些 不只是说你办公室努力 也靠里民的一些平时的支持 以及我们义工的努力 才有得到这份的荣誉 金湖里范围庞大 里内就拥有四座的邻里公园 邱里长为了提供居民优质的居住场所 可说一步一脚印的用心积极整治 甚至连成功路五段 寸沟旁的绿带也没有放弃 再加上邱里长相当喜爱种植花草 因此让里内逐步的改变 甚至到碎变 成为处处是绿地的优质社区 管起来是蛮费心的 也是靠我们里民 而且靠我们的志工 平时我们也有管理公园的志工 像我们组织的无垠公园 像有的在公园抽烟的话 我们会去劝导他 所以不要抽烟 他们随时都会去走一走 如果有垃圾的话 志工会他们也会捡一捡 或者是烟地 还有这里面抽烟的话 我们会劝导 大部分都是靠一些志工人们的努力 如今邱里长获得了双料殊荣 里长谦虚地表示 其实是志工们的帮助 才能有目前的好成绩 也希望里民一起加入 维护家园的行列 因为美丽的环境 还是需要靠大家的维护 看完了VCR呢 其实我们知道 这次我们这个邱里长 不但获得我们这个台北市的 这个基优里长的这个殊荣 同时还获得我们这个全国特优里长 算是这个双向 双向的这个优 这个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双向的殊荣 好再一次 看完了VCR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次我们邱里长 获得了我们这次台北市的这个基优里长 而且还获得了这个全国的特优里长的双向殊荣 真的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这个全台北市只选出27位的里长 那全国就更难了是只选出8位的这个优秀的里长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里长刚得到这两项这个奖项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感想 当然这个奖得的是不容易感到非常的荣幸 因为得到这个奖平时也是要靠大家的努力 办公室平时也做一些像巡守队晚上会去巡逻 到马路上看一下每个地方和自然死角 或者是马路路灯有没有亮 那个有没有张车或者是可疑的车辆等等及时来回报 还有我们的成立的保健志工队 每个礼拜三保健日 再替那个里民粮血压 健康咨询等等 这些替人解决问题 还有我们里内也建设了一些像说里内的建设 譬如马路坑洞排水溝的阻塞或没有阻塞 或者是巡逝路灯还有等等 还有那个像马路的更新 还有公园的植栽等等这些我们都会去注意 当然得奖也不是说 虽然我感到会上的东西 可是不是一个里长成得到这个奖 是因为是市政府区公所帮了很大的忙 因为他们来上我们反映的一些事情 他们会帮我们都处理得很好 还有我们的志工 我们的林长 会及时看到缺失都会回报 马上里长马上来处理 把事情把它解决 做得尽餐尽美 所以这个仅仅还是要感谢各位 谢谢 里长真的很客气 其实我每次去拜访邱里长的时候 他真的都在我们这个里办公室 很努力的在替这个里民做服务 他如果没有在办公室 我想里民一定可以在我们金湖里的一些角落 都看到里长其实都是无时无刻在位底上做付出 像是做一些这个浚沟的一个清整 甚至是这个公园的一些改造 其实我们光说到这个金湖里的公园 就有四座 其实有公园其实是让很多这个里长是很羡慕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市就是这个地狭人丑 那不要说这个四个公园 有些这个林里一个公园都没有 就是想要有都没有 但是邱里长我们这个金湖里呢 又有四座的公园 要处理或是说像要 光说这个清整的工作 我想就相当不容易 而且这个四座的公园 其实每个公园都有特色 有的是小的 有的是很大的 有的是在山坡上的 有的是真的是要管理起来 我觉得真的是要很考验这个里长的这个智慧跟用心 那我们先从这个公园的改造的部分来说好了 那里长您觉得这你13年来 我想您应该付出对这公园付出 我想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心力 那您觉得这个公园 您一开始在做改造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你会觉得说这个公园这么大 我要怎么来做整修 那也不是说每个公园都会像 像我们这个金湖公园这么的漂亮 我想应该都是您一步一脚印做出来的 可不可以先说一下 当初是怎么来先规划 用心来改造我们这些公园 对 这个公园里内真的很不容易有四个公园 对 而是四个公园对理办公园也是一个负担 因为公园多的话 那个事情就多 对 因为公园当初无到有 而且那个公园 每个公园的地形都会不一样 对 植栽我们都会去到处去再去仿仿 每个地方可以种哪些植栽 哪些花草树木 会比较适合这个地方的生长 所以慢慢地改造 慢慢地来种植 还有一些像步道 当初做的是 当初做步道 他有时候会做透水砖的 有的时候遇到水的话 像下雨会凹凸不平 根本没办法走路 所以慢慢地来改 会用什么方法 把那个步道改善 排水的地方 哪些排水不好 排水不好的话 会影响那些植栽 会慢慢地改善 每个地方都会把它改善的 因为改善的话 那个轮在那步道上走的话 会比较好走 而且会最植栽又比较好 所以那个 不是说每个地方都会不一样 所以因为哪边改善得好 那个植栽会比较好生长 所以可以说是 处处用心皆学问 其实里长不只把 各个地不同地形的公园 改造得相当完善 就连我们的这个成功路五段 其实大家在那边等公车都知道 以前就是一个臭水沟 那其实大家 其实都一点都不想靠近 可以这样说 那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里长 这个四季都有不同的风貌 因为里长其实他真的就是 把进去然后深入到里面 去把它做改造 像这个我们到了 应该是说春天的时候 有这个百合花 对 那可能夏天的时候有金针花 那其实四季都在 这个里长刚才所说的 可能因时这个地 因地然后不同 然后来做改造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 臭水沟把它变成这个花园 而且当初你们怎么是 想要去靠近它这样子 因为当初这一条 刚刚说主持人说这个臭水沟 因为早期在早期古时候 这条沟是属于灌溉沟群 在那个以前 灌溉 我们那一代都大部分 像东吴这个地方都是农田 这条是刚怪过去 早期刚怪过去 后来因为都市的变迁 又政府的充化 把那些农田都已经都变成都市充林了 那就是慢慢的就会浸 那个浸沟就没有了 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会变成什么 杂草重生 脏乱 那个垃圾一大堆 大家都乱丢 乱丢垃圾一大堆 变成一个脏乱的死角 这真的很头大 后来是说想想说应该什么的改变 后来是说办个会刊 拜托我们水利处 因为这个浸沟是属于水利处的 拜托我们水利处也帮我们申请了经费 帮我们做了浸沟 浸沟做好的话 浸沟做好的话 有比较改善 旁边也留一个绿带 我们就来改善 把绿带离办公室来认养 再来种一些 所以说我们也种了金针花 百合花 卵脂荒产 还有我们很香的野浆花 每年的四季都看到不同的花 然后大家会自然而然 就会靠近那边了 对 从那边经过都会去欣赏一下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在播百合花的时候 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打电话来 来问我们说那到底在哪里 我底长真的是种得很成功 你是不是在这个花的上面 其实很用心 像你刚才说一些百合 然后这个是 像还有软枝黄蝉 对 那你怎么去发现说 这些花其实很适合就长在那边 自己是怎么去研究的 因为我会去看 去了解像农会 或者在各个地方去请教一些 植物的专家 去了解这个东西性 或者在几月开花 再种到这个地方 怎么它怎么生长 而且像百合花就不一样了 百合花长起来 你没有去注意到 它长起来 它会到一个高度 它会倒下去 我们就去问 到底这个用什么方法 会把那个枝栽 它会开起来又漂亮 就不会倒 后来我去请家农会 农会就告诉我 用什么方法 用那个网子 把它固定 它长起来 它不会倒 而且花今年就开得比较好 真的 里长真的非常的用心 这每个地方 每个角落都有 用不同的这个方法 来帮它做得尽善尽美 这样子是 那节目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区里大小调》节目 配合疏散避难 或自行前往避难所 如要紧急救援 请拨打119 没事请待在家里 注意警戒讯息 不要前往危险地区 做好准备 安心加倍 健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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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术师很厉害 可以变出任何东西 如果能够变出另一个我 每天就有时间做更多事了 不过我最希望的是 爸爸可以恢复健康 念故事给我听 带我出去玩 魔术师 请借给我力量好吗 滔滔口袋零钱 帮帮孩子童年 位于内湖区成功路五段 人行道旁的狭长绿地 民众经常在这里 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花草 其实这段沿着西沟 延伸出来的沟曲 早期用来灌溉农田 不过随着时间演进 早已老旧不堪使用 也让这里曾经成为 金湖里的脏乱死角 早期这个菌沟 在几十年前 它是一个农业的灌溉农田 因为时代的变迁 政府在这块 以前是农田的地方 每个地方都是有 规划的住宅区 重划之后 也没有农田可以使用了 这条沟曲已经变成 好像是灰菌了 而且灰菌的话 脏乱 杂草重生 很多人从这边经过 乱丢垃圾 变成一个脏乱的地方 在邱里长上任里长之后 经过不断的协调与会堪 终于获得水利处的协助 重新打造了一条防洪沟曲 邱里长也很用心地利用沟曲旁 延伸出来的绿带 种植各类的花草树木 让居民一年四季经过这里 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95年左右 李邦国书也积极来申请 会堪 经过几次的会堪之后 水利处也同意说 把我们做了一个 黄海的 黄红的共割曲 在101年 做好之后 李邦国书也有一块绿带 旁边有一个绿带 我们李邦国书也积极来绿化 上面种了金针花 烟花 百合花 椰浆花 等等的花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可以欣赏 担心花草没有水来灌溉 邱里长还很用心地 设置了洒水装置 只要接上马达 就可就近利用沟曲的溪水 来进行浇花 可说相当的物尽其用 邱里长的用心经营 也成为就地改造为绿带的 最佳典范 欢迎回来 区里大小调节目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很高兴地 邀请到我们内湖区金湖里的 邱金坡里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他今年也获得了我们 台北市的基优里长 还有全国特优里长的双向殊荣 刚才在上面我们提到了 这个公园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金湖里 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们这个利湖公园 最近其实这几年 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内湖区 一个指标性的公园之一 因为还有人称赞 他是我们这个人间先进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这一些这个改变 我想都不是 这个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都是里长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用心经营才能变成现在这样一个这么完善的一个公园 那其实令湖公园我想大家去过的人都知道 其实它不大 其实它真的不大 但是为什么可以变成这么漂亮 像这个一幅画的一个这个公园呢 我想里长真的是很真的很用心 刚才听到里长说用很多这个植栽的部分 就是去配合这个各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特色 去种植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绿植栽 我想这都是用心的地方 那像这个利湖公园部分 里长这几年也是非常的用心 可不可以说一下 这些这个不管里面的这个花草树木啊 甚至到我们的这个用的这个勾盖 是不是其实都是很有一些这个学问的地方 对 因为提到这个勾盖 那个勾盖以前是用那个很长条的勾盖 而且是好像铁网那种 铁网 它以前是认为说下雨的话会水渗透比较快 可是后来觉得说 但是运动比较不方便 因为运动人有时候会穿高分鞋或什么东西 从那边走的会卡住 会卡住 因为会不会很不方便 后来想一想 因为趋光所反应说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做 后来是想到用那个透水砖 因为透水砖整个勾盖 从透水砖把它盖上去 而且现在走得很方便 而且下雨的话又不怕下雨 下雨的话它直接会透进去 这个很方便的地方 是很好的地方 而且我们那个植栽 我们植栽会 趋光所会帮我们反应的话 会常常帮我们换 那个是用不好的地方 或者我们跟区公所讨论 就是说这个地方种什么花会比较好 哪位地种什么植栽会比较好 生长会比较好 修剪 修剪怎么样 这样子会比较好看 我觉得这利湖公园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真的都好漂亮好美 而且当初好像还听说里长还邀请一些专家 学教授好像来设计这个公园是不是 对 学专家来设计公园 然后提供意见 还有我们利湖公园的QR Code 那个里面在那边 你拿个手机看一下 就会了解说公园里面的设施 因为虽然公园蛮小的 对 不大 公园很小 可是它五脏俱绝 什么东西都会有 像你说摇摇鱼 或者是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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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 在那边那个坐在那边聊天 或者还有那个那个那个当杠 还有一些那个老人家会在那边运动 一些运动设施 其实都有对不对 其实也不要看它小 但其实这个都有 五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样子 那除了我们这个利湖公园之外 还有这个康湖这个1号跟2号公园 它就是比较大的了 那我们就是很多这个里面 从这个上面 不管是下面 从这个上面往下走或怎样 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三坡公园 我想这个管理起来 会相当的有难度 那里长这个又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因为像康湖医药公园 当初申请改造 因为当初康湖医药公园 它本身也做了一个防鼓的围墙 把那个里面有一个水池 把它围起来 后来那就是说变成 本来是很好一个地 它设计不是很好 可是它的用意是很好 可是后来觉得说 变成一个治安的死角 怎么说 因为人家从那边运动进去的话 外面的人看不到 后来我建议说改造 把那个正面的围墙把它打掉 该留就留 不留的地方稍微修饰一下 或者改造 现在目前改造会比较好 对治安会行人在那边公园散步的 目前感觉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 而且以前水池很深 会把它填土 填土是比较浅一点 因为水深的话也是危险 像康湖二号公园 康湖二号公园 因为它的地形的问题 它是一个好像山坡 一个小山坡 后来本来是它小个山小山坡 只有一些小树 草皮看而已 后来是申请改造 能够让人家进去 能够进去那边走动 后来改造是能够做个步道 就是交叉的步道上去 因为它是山坡 因为交叉才有办法上去 所以里长其实就已经 运用非常多的技巧 像山坡型的 我们就开个小步道 让大家这样绕着上面走 可以看到沿途的花花草草 那这一号公园 因为水池比较深 就进行了填土的一个 一个推行政策 然后让它不要这么深 别怕危险这样子 真的是很用心 每个公园里长 都有一个想法 去套上去做非常完善的 这个里长推行的一个动作 那再来其实这次里长 当选我们这个基优里长 有一项也做得相当让我们市政府 很称赞的地方 就是里长其实 运用很多的一些资源 来帮助我们这个金湖里的一些 比较弱势的这个里民 我想其实台北市很多弱势民族 那就是要看我们的里长 怎么运用这些的这些资源 那可不可以提一下这次 获得这样的殊荣 您觉得您用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然后来帮助这个里内的一些弱势的里民呢 关于帮助弱势的那些里民 有的是说看他的家庭状况 或者是因为一般我们 如果他我们可以替他申请一些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因为最主要他们中低收入户还有一些门槛 这门槛要怎么来帮 因为中低收入户他们能够申请 我们就尽量帮他申请 如果有一些他们真的家庭状况很差很差 可是他真的申请没办法申请到低收入户 那这方面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帮助他 就是跟他说你办公室来我们写一些资料 像寺庙一些慈善团体的救助 我们来进来帮忙他申请一些经费 申请一些物资来帮帮助他 所以里长也是找了好多好多的方法 然后来帮助他们 他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感激 谢谢 里长真的是非常用心 不只是治理这个公园 甚至是帮助这个里民 其实都真的很有一套 然后其实有今年 我想这个台风特别的多 那很多里长也很伤脑筋 因为这个台风一来 就把一些树木花草吹的面目全非 那我想这个金湖里也别不多说 因为其实金湖里既然公园这么多 树木一定也很多 那这次里长我想你也挺过来了 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然后来让这些其他的里长 然后可以受惠 下次碰到台风来可以先做好这个防围镀尖这样子 这是台风虽然受损 可是受损不是很厉害 因为平时我们在公园里面的话 我们都会来巡视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因为每个游公园 我们有公园的任养人 有公园任养人 任养人 任养人的话他们也会及时来回报 哪个地方不好 哪个树的话 它的支撑的架子没弄好 平时都要做好 能让它那个树木在 除非是台风很大的台风 那个支柱也没办法了 第一次那个苏迪勒还蛮大的 有的只要轻微的话 他们都不会倒 我们都平时都会注意 所以其实平时就先做好了 这个预防的策略就对了 就是先搭好这个支架 那不会说到了台风完之后 然后才去发现说这个倒了 那个可能被吹倒了 不只自制药 而且是这样每个地方的花的 扇边 路旁的那些排水设施 会注意 会有没有泥土的阻塞 树叶的阻塞 会造成那些崩塌的那些 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用心 那节目最后 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还是请邱里长帮他们 说一下最后还有什么样的感想 这次获得这个基优里长 其实所感想 当然是要感谢市政府 七公所他们的协助 把我们里面的一些设施 我们反应的话都做好了 而且我们义工我们林长 帮忙也是蛮大的 最重要还是要感谢我的太太 是 每天都陪在旁边 对 真的是一人服务 全家人一起投入 一人当选两人服务 是 真的真的很棒 那今天谢谢我们邱里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也请各位这个市民朋友 如果你有空的话 可以来我们金湖里走走逛逛 真的是很多好漂亮的这个 台北 属于台北市的这个美景 等待我们来发掘 那谢谢里长 那今天的这个去里大小 大概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里长 谢谢 谢谢 台风好雨来时怎么办 不怕不怕 提醒您要准备水 干凉和手电筒哦 记得关门窗贴胶带 堆沙包 随时注意台风好雨动态 待雨来时随时了解淹水讯息 午时留警戒发布时 配合疏散避难 或自行前往避难所 如要紧急救援请拨打119 没事请待在家里 注意警戒讯息 不要前往危险地区 做好准备 安心加倍 魔术师很厉害 可以变出任何东西 如果能够变出另一个我 每天就有时间做更多事了 不过我最希望的是 爸爸可以恢复健康 念故事给我听 带我出去玩 魔术师 请借我力量好吗 滔滔口袋零钱 帮帮孩子童年 我只希望我的孙子 能快乐地长大 两个月后 阿公肺癌走了 阿公的心愿 正是许多弱势家庭父母的心愿 全台超过十万名弱势家庭儿童 放学后无人陪伴 请捐款支持 1919陪读计划 帮助弱势家庭的孩子 平安喜乐长大 午安喜乐 1919陪读计划 谢谢你 你不是说过想练博士吗 我推荐你读大陆的博士班 现在都用视讯教学或纸交报告 保证很快就拿到文凭 安啦 副处长 介绍台湾优秀公务员来进修 都可获得推荐奖金 另外有关论文撰写 您还要多费心 比如说你们单位面部 未公开的重要权威资料 比较符合需求 难不成要我引用公务资料 哎呀怎么办 法务部调查局提醒您 词曲 李宗盛 魔术师很厉害 可以变出任何东西 如果能够变出另一个我 每天就有时间做更多事了 不过我最希望的是 爸爸可以恢复健康 念故事给我听 带我出去玩 魔术师 请借过力量好不好 抛抛口袋零钱 帮帮孩子童年 我只希望我的孩子 能快乐地长大 两个月后 阿公肺癌走了 阿公的心愿 正是许多弱势家庭父母的心愿 全台超过十万名弱势家庭儿童 放学后无人陪伴 请捐款支持 1919陪读计划 帮助弱势家庭的孩子 平安喜乐长大 午安喜乐 1919陪读计划 谢谢您 你不是说过想念博士吗 我推荐你读大陆的博士班 现在都用视讯教学或指教报告 保证很快就拿到文凭 安啦 副处长 介绍台湾优秀公务员来进修 都可获得推荐奖金 另外有关论文撰写 您还要多费心 比如说你们单位念故 未公开的重要权威资料 比较符合需求 难不成要我也用公务资料 怎么办 法务部调查局提醒您 明镇 您的关系 明镇 明镇 明镇